原标题 不动民族情绪 把蒙古人说成是遗敌 认为蒙古人在中原建立元朝 是纠战雀朝 是窃取了宋朝的国底 现在他北伐是替天行道 是为中原的汉人出一口恶气 朱元璋据照朱元璋这样的态度 似乎预示着 他对蒙古人会很不客气 对待蒙古女子 更是可以随便掳掠 毕竟古人打仗 打胜对方后 常常会把对方的女人当成战利品 抓获回来 貌丑的当女奴洗衣扫地 貌美的可能冲作窃壁 何况是对待战局中原百年 曾对汉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